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计算题就是要通过题目去念 好 我们开始 第一节 成本管理的任务 程序和措施 这一节预计考分三分到四分左右 需要掌握考点有第一个叫成本管理的任务 首先要知道成本管理包括五个环节 分别是成本计划 成本控制 成本核算 成本分析 成本考核 五个环节 而且五个环节的先后顺序够要知道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环节叫成本计划 成本计划 它是降低成本的指导文件 降低成本指导文件 成本计划 第二个要注意 成本计划编制要与其他计划相结合 结合哪些计划 一 施工方案 二 生产进度计划 三 财务计划 四 材料供应及消耗计划 与其他计划相结合 应该结合哪四个计划 这个点 我是看好多选题的点 第二个步骤叫成本控制 成本控制贯穿于开始 投标阶段开始 结束 保证金缓缓结束 第三个环节 成本核算 成本核算有两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分配规及 第二个环节是计算 什么意思呢 我来给各位解释一遍 第一个环节就是把工地上发生的成本分分类 是哪个单体工程的分配规及 第二步是计算 计算出你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 这是成本核算的两个环节 第二个成本核算对象单位工程 单位工程作为成本核算对象 好 成本核算 核算两类成本 一类叫进工工程现场成本 一类叫完全成本 现场成本核算 项目经理部核算 考核算 考核项项项目管理技巧 完全成本核算 由企业财务部门核算 考核企业经营管理的效益 好 两类成本核算 两类成本核算是我比较看好的一个点 谁来核算 目的在于考核什么 第四个环节叫成本分析 成本分析 它主要利用成本核算资料 与哪三个成本比较 目标成本 预算成本 类似项目实际成本 一目标成本 二预算成本 三类似项目实际成本 看清楚了是类似项目实际成本 而不是本项目实际成本 为什么不是本项目 因为它利用的就是本项目成本核算资料 这是本项目成本核算资料 就是本项目实际成本 如果后边再跟本项目实际成本比较 自己跟自己比较 没法比的 好 第五个环节叫成本考核 成本考核的点 我们第二章最后单独有一节讲 好 这是要掌握考点第一个成本管理的任务 第二个掌握考点叫成本管理的措施 这个点 保证议题 一分到两分 从不例外 这么多年考下来 四个措施 组织 技术 经济 合同措施 累计式组织措施 记住 第一个原则叫组织论 第二个叫与人有关 第三个组织措施叫 施工成本控制工作计划 好 重点抓住这个词 然后我再给各位举个例子 加强施工定额管理和施工任务单管理 它也是组织措施 好 技术措施 教材上一个字不看 被八个字 设计方案材料机械 经济措施 第三个词 第一个叫资金 第二个叫资源 第三个叫签证 资金 资源 签证属于经济措施 比如说对成本管理目标进行风险分析 制定防分析对策 属于我们给各位讲经济措施 最后一个合同措施 选用口里的合同结构 索赔 合同措施 索赔 两个单位之间要索赔 首先要有合同关系 按照合同来索赔 所以索赔是合同措施 四个措施讲完 再强调一遍 这个分数是死的 你的任务抓回来 了解 成本管理的程序 今年教材新增 为什么做了解呢 不是他不考 而是以考 绝对在你的范围之内 我只需要给各位圈四个字 成本计划 成本控制 成本分析 成本考核 这个顺序你熟吗 就是刚刚给各位讲的成本管理的任务 这个顺序你滚光那时候考试用排除法 反过来的一定是错的 因为他只考排序 你会答不出来吗 所以我把它做了解 不是说他不考 而是你肯定能搞定 第二节 成本计划 成本计划这一节 预计考分三分到四分左右 需要掌握考点第一个成本计划类型 三类成本计划 按照什么来分的呢 按照时间先后 最早竞争性成本计划 发生在招投标阶段 喉童签订阶段 它的编制依据招投标阶段 各位知道 只有一个招标文件 那就依据招标文件编制 然后实际往后推 指导性成本计划 选派项目经理阶段 它的编制依据 喉童下 第三个叫实施性成本计划 发生在施工准备阶段 它的编制依据项目实施方案 按照时间先后来 这个点每年考一分搞定 每年考一分搞定 然后我再问过 哪个成本计划最粗糙 哪个最粗略 哪个最早 哪个最粗略 当然是竞争性成本计划 它最粗略 旁边写三个字 最粗略 最粗糙 第二个掌握考点 两算对比 两算对比 一个叫施工预算 一个叫施工土预算 不同点 有三个分别不同在哪里 第一个不同点 编制依据不同 施工预算编制 依据施工定偶 而施工土预算编制 依据预算定偶 第二个不同点 适用范围不同 施工预算 只能在施工企业内不用 而施工土预算 建售单位 施工单位都能用 好 要举例说明 建售单位用 招标控制价 施工单位用 投标报价 两个同时都在用 竣工结算 好 第三个不同点 发挥作用普通 施工预算的作用 是你们对类 编制各种计划 编制内部计划 而施工土预算的作用 是你们对外投标报价 它叫发挥作用普通 好 两算对比 不同点 拿三个分别不同在哪里 那就讲完了 第三个 成本计划编制依据 这个点今年教材改版了 去年教材就有 但是老教材是12条 今年新教材只有6条 内容说多不一样 这个点 我今年看好两份 成本计划编制依据 一 合同 二 实时规划 记住不是规划打纲 三 收集 四 价格信息 比如说人才及市场价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项目如果在深圳 人工材料机械 都要在当地购买 在当地租赁 你当然需要参考当地的人才及市场价 也就是价格信息 是你成本计划编制依据 第五个叫相关订额 相关订额是指施工订额 而不是预算订额 因为你这叫成本计划 是你施工企业内部用 编制的订额一定是你们企业内部的订额 第六个叫施工订额 而不是预算订额 第六个叫类似项目成本资料 它不是本项目成本资料 因为我现在还是成本计划编制阶段 说明活还没开始干 活还没开始干 哪来的本项目成本资料 所以它叫类似项目成本资料 这个点就给各位讲完了 我看好考两分 而且错误选项 我都给你写出来了 回去按照我的讲课的思路 你理解一遍 考前就不用背了 第四个点 按照工程实施阶段来编制成本计划 按照实施阶段来编制 也就是按照工程进度来编制 有两种编制方式 第一种叫按月编制 成本计划指方图 第二个叫时间成本累积曲线 又叫S型曲线 这条曲线有个特点 如果考试给你画四条曲线 问你哪条是S型曲线 记住一定要不断往上走 不能掉头向下 也就是说看屏幕 S型曲线一定是这样走 才是对的 这样走也行 但是如果走到一定的高度 突然往下 一定会错 理由是什么 理由就是 它是成本累加 累加成本就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么掉头向下 那就说不清楚了 所以不对 它的临界状态是水平 记住水平代表停工 水平代表停工 了解考点 第一个了解的是两算对比的方法和内容 方法两种 实物对比法 金额对比法 内容 对比 人工 材料 机具 周转料具 第二个了解叫按成本组成编制成本计划 把它封为人工费材料费机具费和企业管理费 这叫按成本组成 人才机叫直接成本 企业管理费叫间接成本 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之后构成 施工成本 第三个按项目结构编制成本计划 了解即可 好 我们看第三节成本控制 成本控制这一节 预计考分四分到五分左右 需要掌握的考点有第一个考点 过程控制的程序 成本的过程控制 包括两类控制程序 一类叫管理行为控制程序 一类叫指标控制程序 管理行为控制程序 各位记住它是基础 指标控制程序 它是重点 两类控制程序的关系 相互独立 相互联系 相互补充 相互支援 关于它的关系 我要讲一句话 比如说相互独立相互联系 考试插开只讲一半 说它相互独立 这句话是错的 必须同时讲 讲一半不对 好 我们再看 在指标控制程序 在指标控制程序里边 有两句话要注意 第一句话是 确定整个项目的成本管理目标 依据什么确定呢 依据项目承包合同 依据整个项目的项目承包合同 来确定项目成本管理目标 它不叫施工承包合同 因为施工承包合同不等同于项目承包合同 这一点我经常给各位解释过 第二个 确定整个项目月度成本目标依据工程进度计划 好 这是要掌握的第一个考点 第二个要掌握的考点叫 成本过程控制方法 首先讲人工费的控制 人工费的控制方法叫量价分离 分别控制它的量和它的价 通过什么控制呢 通过劳务合同 材料费的控制 也是按照量价分离的原则来控制 分别控制材料用量和材料价格 材料用量控制有四种方法 定额控制 指标控制 计量控制 包钢控制 包钢控制 针对小型材料或凝新材料 用包钢控制 而且包钢控制理技术 是材料用量的控制 而不是材料价格的控制 所以我们如果题目告诉各位 包钢控制钢丝 两万块钱 说法不对 可以说包钢控制钢丝用两吨 说法正确 两万块钱不对 因为包钢控制是控制它的材料用量 而不是材料价格 材料价格的控制 由材料采购部门控制 方法是招标和巡价 两种方法控制材料价格 第三个 分包费用的控制 作为总包 如何来控制你下边分包这一块的费用 要做好工作是四个 这个点 是我比较看好多选题的点 第一个 要做好寻价 第二个 要定理平等互利分包合同 第三个 要建立稳定的分包关系网络 第四个 要加强施工验收和分包结算 这是需要掌握的第二个考点 过程控制方法 需要掌握的第三个考点 赢斗执法 中执法 必考 考分 两分 必考 两分 没有了一年不考 好 我们把知识点 给各位再串讲一遍 三个基本参数 第一个叫 以完工作预算费用 符号BCWP 第二个叫 计划工作预算费用 符号BCWS 第三个叫 以完工作实际费用 符号ACWP 三个基本参数怎么算 三个公式 三个公式 根本不用计 画一条竖线 竖线的左边 乘以右边 左边是它的量 右边是它的价 两个一乘 三个基本参数 出来了 四个评价指标 我只讲两个偏差 一个叫费用偏差CV 谁减谁 记住 一减三 三个基本参数 一减三 以完工作预算费用 减去以完工作实际费用 符号表示 这是BCWP 减去ACWP 结论 记住 大于零 截至小于零超值 进度偏差 进度偏差SV 谁减谁 各位记住 一减二 以完工作预算费用 减去计划工作预算费用 符号表示 BCWP 减去BCWS 结论 大于零提前 小于零之后 好 如果考试考绩效系数 公式不用记 把这两个偏差的公式 中间的减号 改为除号就行了 把减号改为除号 那就变为绩效系数 好 讲完了 再强调一遍分数 两分 每年多一样 没有不考的时候 搞定它 了解考点 第一个偏差分析的表达方法 各位要做了解 横道图法 表勾法 曲线法 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横道图法的缺点 就是信息量太少 而表勾法 它的优点 有三个 灵活适用性强 信息量大 以及可以接触计算机 曲线法 就是要求贵会 师徒 第四节 成本核算 这一节 今年教材新增 预计考一分 老教材没有 新教材新增 需要掌握考点 第一个 成本核算的原则 原则叫三同步 三同步叫形象进度 产值重击 实际成本 规及同步 而且三同步要注意 它是工程量同步 第二个 方法 成本核算的方法 重点 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叫表格核算法 第二种方法叫会计核算法 表格核算法 优点 简便易动 方便操作 使用信号 缺点 难以实现较为科学严密 审核制度 精度不高 覆盖面较小 会计核算法 优点 科学严密 人为控制因素少 覆盖面较大 缺点 对核算人员要求较高 一般是财务部门用 适用范围什么情况下用呢 表格核算法 适用范围 用于工程项目施工构岗位成本的 责任核算和控制 会计核算法 适用范围 工程项目成本核算 好 我来总结 纸记 关键词 优缺点 记住 表格核算法 两个字代替业余 会计核算法 两个字代替专业 表格核算法 是业余 业余的核算 所以它简便易动 方便操作使用信号 但是缺点就是不严密 因为它是业余的 而会计核算法非常的专业 所以它的优点就是严密 覆盖面大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它太专业 对人员要求非常高 好 用在哪些地方 表格核算法用在哪些地方 两个字岗位 各岗位成本核算 而会计核算法用在哪些地方 用在项目上的核算 用在项目上的核算 好 搞定 这个点 我看好 第五节 成本分析 成本考核 预计考分4分到5分左右 需要掌握考点 第一个点 成本分析内容 成本分析内容 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个叫时间节点成本分析 第二个叫工作任务分解单元成本分析 第三个组织单元 第四个单项指标 第五个中构项目 属于成本分析的内容 时间节点 工作任务分解单元 组织单元单项指标中构项目 属于成本分析内容 今年教材新增 第二个因素分析法 重点 计算 主要掌握教材上的例题 例题在教材105到106 影响成本的因素有三个 第一个是产量 第二个是单价 第三个是损耗率 排序的规则记住 先实物量 后价值量 先绝对值 后相对值 如果把这三个排过去 就是产量 单价 损耗率 简称三个字叫量 价 率 按照这个顺序来排 这是它的排序规则 好 这个点 你不能只看到我今天的 创讲 充斥讲义 怎么讲 关键是那个题 你回去一定要做好 把那个题熟悉和掌握 第三个分布分项工程 成本分析 要掌握 首先 看好 它是整个项目成本分析的基础 它拿分析对象为分布分项工程 要求是已完成分布分项工程 还没有干完 不能进行成本分析 第二个 它分析的方法叫三算对比 三算对比 哪三个成本比较呢 预算成本 目标成本 实际成本 三个成本比较 叫三算对比 三个成本分别来自哪里 预算成本来自图标报价 目标成本来自施工预算 实际成本来自施工任务单 实际工程量 10号人工 和限额领料单 10号材料 好 方法叫三算对比 三个成本来自哪里 特别是实际成本来自哪里 第三点 无法也没有必要 对所有分布分项工程进行成本分析 但是主要分布分项工程 必须要做到从开工到竣工的成本分析 也就是说 所有分布分项工程 多进行成本分析 根本做不到 也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主要分布分项工程 那是必须要成本分析 因为它占成本比重太大 而且要做到的是 开工到竣工到成本分析 要掌握考点第四个 竣工成本的中构分析 竣工成本分析 它的对象是单位工程 而不是针对整个项目 是针对单位工程进行竣工成本分析 所以单位工程竣工成本分析 内容包括三个 第一个竣工成本分析 第二个主要资源节操对比分析 第三个主要技术节约措施 及经济效果分析 这三个属于单位工程 竣工成本分析的内容 成本考核的依据 这个点是我看好的重点 而且是今年新校才增加 成本考核的依据包括 成本计划 成本控制 成本核算 成本分析的资料 也就是成本管理 包括五个环节 最后一个环节叫成本考核 它的依据就是前边四类资料 而主要依据就是成本计划确定的各类指标 成本计划确定各类指标有三类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效益指标 数量指标 比如说计划总成本 它叫数量指标 是一个绝对值 质量指标 比如说 私工项目总成本降低率 那叫质量指标 它是一个相对值 效益指标 比如说工程项目成本降低额 它是一个效益指标 它是一个偏差值 也就是说 数量指标 是说成本是多少 质量指标 是成本降低百分比 效益指标 是成本降低多少钱 那叫效益指标 好 重点在三类指标 搞定它 了解考点 第一个成本分析的三个依据 要了解 会计核算 业务核算 统计核算 会计核算 它是价值核算 它核算一定单位经济业务 业务核算 它的范围最广 它的对象没有任何限制 它是针对个别业务 而统计核算 它的计量尺度比会计核算要宽 可以是货币 实物 或者劳动量 第二个要了解的点 比较法 这个点 各位自己简单看看就可以 第三个了解的点 月度成本分析 季度成本分析的依据 是当月成本报表 或者当季成本报表 第四个专项成本分析 要了解 这个点了解的理由是 去年考试考三分 一个单选加一个多选题 全考完了 今年做了解几个 好 第二章 我们全部讲完